這個step1,這個可以省略沒關係 預設就是step1,step1就間隔1的意思 0下一個就1嘛 step1,間隔1的意思 如果0到12 那我如果要移動的話,第一個 我先把myshift放進來 第一個i的話0對不對 0指的是什麼 就是 指的是假班 myshift0,myshift0指的是什麼 因為我剛講過正列編號是從0開始 所以myshift0它會取得什麼呢?取得這一個 它是0 myshift0這邊就會自動變成假班 它會把假班帶過來 然後呢 就會找到什麼 shift指的是這一個 就是這個假班的意思 move move就是移動 移動到哪裡呢? before 再什麼呢 shift i i現在多少 預設是0對不對 0 因為 shift的編號從1開始 可是 你這個i從0 那0的話 如果你不加1 就錯了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就移動到第一個的前面喔 第一個的前面 所以就把假班移到第一個前面 那就是 就是1嘛 第一個 然後原來的1呢 向後退一個 對不對 OK 那再來的話 第二個 就是 mysh i變成2的時候 對不對 就變成乙班 那乙班要移到哪裡呢? 乙班就移到什麼呢? before 那i的值變1對不對? 1加1變2 所以他變成呢 移到第2個 before 第2個之前 第2個之前的話可能這個 就變成說在第2個 假設這個 就把乙班移到哪裡呢? 移到 第2個之前 所以呢 移班就變成第2個 那原來第2個這樣 移到第3個 所以他一直往後移 然後呢 斑斑斑斑斑斑 就會總共有10 13個工作表 就會按照你這一個 正列的順序做排列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說這個正列順序 你們後面你可以用Ctrl C 把那個 工作表的順序排出來 然後呢